JJ开讲什么是茶仓 茶仓虽小,长得百发 收纳储存,古运天光 文案席间,乞丐闲茶 伴有代客,历久迷香 茶仓又叫茶罐 日本人称它为茶露 就是纯茶的罐子 茶叶大家一般都习惯 存放在商品本身附给你的铁罐中 或是直接用橡皮筋 捆绑起来,要喝的时候直接拿 你可能不知道这两种方法 都会对茶叶本身的口感和品质产生影响 也容易受潮 那你为何不买一个茶叶罐呢? 可防水茶叶受潮 又可保存原有的口感和味道 不同种类的茶叶搭配的茶罐材质也不一样 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吧 1.纸沙罐 纸沙独有的双气孔结构 仍使空气中水等大分子进不去 而氧气等相对小的分子进得去 用它来纯放茶叶能保持茶的清香和干燥 能隔一味又防潮 纯放需要发酵及转化的茶最适合 例如普洱茶、黑茶、红茶 2.池罐 密封性一般不透气 但是防光也防潮 池气的茶叶罐通常造型都比较丰富 观赏性也强 用来存放半发酵的乌龙茶 也挺适合的哦 3.玻璃茶罐 虽然可以方便清楚的看到茶叶 但透气性不好 透光性太强 会影响茶叶品质 一般建议呢 拿来当茶样展示用 不适合长期纯茶 但如果你是拿来装瓜茶的话 倒是挺不错的 4.习罐 密封性非常好 防光防潮防疫味 但是价格干人一点 基本上它不挑任何茶叶 但如果你的茶是需要转化发酵的话 就千万不要选用席致茶叶罐哦 5.银罐 银制茶罐高贵淡雅 银可杀菌格勒格湿 欣赏收藏价值高 用来存放比较名贵的乌龙 白茶绿茶都很适合 不管你是使用什么材质的茶叶罐 都要记得 要放置在阴凉处 不要放在有阳光直射 有异味 有潮湿 有热源的地方 知道吗 如果说茶人喝茶的地方 叫茶空间 那放置茶叶的地方 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茶空间呢 想知道更多茶知识 记得按赞加订阅哦